如果科CP的话,那就对于我们演员而言就是成功了 别催了别催了,不就是想看杨阳和迪丽热巴尔达吗? 最全网最充分的可乐,那必须得满足大家的愿望 荣耀夫妇算是科CP中的天花瓣了 大方营业不避险,为足了观众们狗粮 再加上现在阿尔达已经成为内宇很常见的事 像罗云西白鹿,肖战李青等等 很多大家期待的明星都再次合作了 所以荣耀夫妇这对金童玉女必须也得安排上 这部网传白色橄榄树就要影视化 主演暂定杨阳和迪丽热巴 先不说这个剧怎么样,单凭这个演员阵容就能让人一把子期待 CP感真的是个玄学,杨阳和热巴站在一起就莫名配一脸 演出来的剧也到处洋溢着甜蜜浪漫的气息 比如《你是我的荣耀》中,于途会无意的碰到巧晶晶头发 男女主在电影院看电影时不小心进行了身体的触碰 这种小细节被无限放大后就莫名的很甜 于途在家教乔晶晶打游戏 只不过二人相处甜蜜蛮漫 于途纵容乔晶晶,而且经常帮乔晶晶作弊 这种你在闹我在笑的宠溺感好绝 而全剧最高能的片段绝对是洋洋的专业调整枕头高度 于途在看见晶晶一身绝美红利服 受到粉丝热烈追捧的一幕后默默吃醋 等晶晶下了舞台后便立刻拉着晶晶回家滚传单 激情火辣的戏码让剧迷们看的是小路乱账 于途虽说有不少狼虎之词,像什么以后我会很主动 允许我的基因影响你的基因嘛等等 但这都比不过洋洋在床上问的一句 你喜欢什么高度 激情四射的对白,真的让人看了心跳加速 比血都能喷出来 戏外两人的糖分依旧不减 在发布会现场,荣耀夫妇从两边进场 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二人自动靠近 还默契转头看向了对方 这种细节扣糖最甜蜜 还有热巴站在洋洋身旁,手做成喇叭状 一脸甜蜜看向了他 相反,洋洋则是一脸温柔看向了热巴 好家伙,这种狼才女貌的画面太绝了 荣耀夫妇不愧是笔记之光 现场的拍摄花絮更是比证据还甜 有一段热巴躺在洋洋的怀里 当时洋洋在说台词 婚礼啊,肯定不会在医院里办 洋洋说完之后 婚礼啊,这爷爷讲故事 这爷爷讲故事 两人这样抱着的画面太美了 本来两人都是超高颜值 这样一起的画面,真的磕死这一对了 有了甜度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这部剧本身 《白色橄榄书改编自人气作家九月锡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的是温和而强大的军人李赞 和勇敢而纯真的记者宋冉 在一国战场相识 开启一段浪漫有真知的爱情故事 原初小说本身就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 被改编成电视剧 自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盗 而且原初小说中 具有家国大义军人使命 又有高甜的炙热爱情 被改编成电视剧 肯定会带给很多观众愉悦的视觉享受 这部小说没有恶毒的女配 也没有什么勾心斗角 只有残酷的战争和美好的爱情 虽然剧情很不错 但是原初的结局有点虐心 希望被改编成电视剧后 能有个圆满的结局 杨阳在该剧中饰演的男主李赞 是一个伟大的军人 之前在《特战荣耀》中 杨阳饰演的就是特种兵 一改往日高冷偶像的风格 挑战硬汉形象 身着迷彩服的她 目光坚毅气质硬朗 毕业的曾经最喜欢的是舞蹈 所以这身姿首先就是挺 有精气神载 身板总是挺得笔直 堪称行走的小白羊 之前有一段时间 杨阳的短发也很出圈 直接寸头出席活动 加上黑西装 比起以前的中分发型 在一众男性中也比较耀眼 将头发剪短 把并边修饰得精致干净 这样更凸显杨阳线条分明的面部轮廓 整体清爽俐落 这个发型让她身上多了很多 阳刚之气以及男性荷尔蒙 在电影《急先锋》中 杨阳饰演行动队队长雷振宇 也适应汉形象 和队员们在全球各地开展营救 上天入地下水 寸头造型干练清爽 又帅又萨 更为关键的是还身手了得 无论是惊弦的水上动作戏 还是连天炮火中的枪战戏 都不在话下 很多危险动作都是轻身上阵 像这种从楼上一跃而下的动作 杨阳身手敏捷 一气呵成 但观众看的是惊心动魄 炫酷的背后 自然有数不清的汗水和血泪 拍摄高危动作戏时受伤也无可避免 吊威亚时杨阳一不小心拧伤了脚 甚至痛到双膝跪地 可她依然撑着继续拍摄 看来不止造型闷宝 骨子里更是彰显硬汉粉色 影片中杨阳还有不少超高能的格斗 近身肉搏戏粉 以及高危环境下救人的镜头 让人超级有安全感 试问有谁会不想让她来保护呢 底力热巴在该剧中试验的女主宋然 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记者 热巴现在正在拍的公宿精英 她饰演的是检察官 一身制服造型洒爽十足 相当帅气 五官大气的她 一改往日的俏皮风格 连眼神都显得很有魄力 很难不让人心动 路透照中只见底力热巴 穿着白色风衣 身材非常高挑 完全就是直吵女精英的气质 还有在街头吃面条的那张照片 十分接地气 和曾经在红砍上大杀四方的热巴 仿佛有天壤之别 尽管没有美颜的加持 热巴的颜值仍然在现 黑长直发型搭配近乎素颜的裸妆 没有以前的大浓妆 整个人意外显得清纯起来 皮肤依然白到发光 用网友的话说就是 感觉给她披白了一样 当然披白是不可能的 黑色的头发本来就会提亮肤色 显得人肌肤白嫩 再加上热巴皮肤本就是白皙皙嫩 所以才会给人一种披白的错觉 果然颜值高的人 无论在哪里都能无比吸睛 热巴的这次造型和之前的形象 有很大的变化 肆意相信就算是记者 她也能够塑造的很好 而两位主演的演技是深得观众认可 杨阳之前虽然一直都被嘲笑油腻 但经过这几年的成绩 演技明显有了很大的进步 就像去年大火的于途 乍一看就会觉得和香奈有重点 同样是校园男神学霸 同样头脑好游戏打得好 难免会有人担心追剧时会不会串戏 但杨阳用自己的演技告诉大家 完全不会 香奈身上是有着学生气的 所以她的举手投足之间 有初出校园的那种少年感 而于途是一个成熟的工作多年的社会人 她更持终冷静 所面对的问题也更加现实接地气 杨阳在确定要出演于途之后 还针对这个角色的职业做了功课 航天工程师 以往在影视剧中并不多见 她反复研究新闻影像资料 来增加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最后成功将搜射号 送上太空的那场戏 尽管是在绿幕前拍摄 但让人感动到热泪盈眶 这便是真的和角色合而为一了呀 杨阳还被称为苏神 避之之光 这种苏感首先要求演员 有着足够的信念感 小说里描述的美好甜蜜时刻 往往梦幻 而演员就是让这种梦境成真的 重要桥梁 杨阳的演绎总是能让人格外有代入感 不需要BGM 都能让人心里小路乱撞 这么多人为于途而着迷 真心有理由的 是杨阳让这个角色真实的立足了 其实杨阳一直在打破刻板印象和框架 不断尝试新的角色类型 只不过运气差了一点点 特战荣耀尚未播出 极先锋排片率又低 没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她的变化 如果能出演白色橄榄树 再次挑战军人形象 趁着现在的热度 会对她的转型有很大的影响 而热巴之前更是入选了最美表演 设演一个哑巴姑娘 从开头她被朋友的短信给吵醒 所展示出来的烦躁娇气 再到看到朋友帮她约到了暗恋对象 所展示出来的惊喜兴奋 到最后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入戏 要马上见到自己的暗恋对象了 作为女孩子 肯定会好好将自己收拾打扮一番 而换装就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 客观来讲是对于生活方面的拿念 比如说迪丽热巴在片装供换了四套衣服 除了每套衣服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以外 最重要的是 她会有不同的面部表情 透露出了她是否对这身衣服满意 讲白了就是喜欢与不喜欢 这射出了小女生的纠结感 热巴全程没有开口说过一句台词 所有的情绪包括剧情导向 全靠演员自己的肢体动作进行表达 用无声传达爱意这样的概念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 几乎是不可能达到的 近几年热巴主攻的一直都是古偶市场 她和任嘉伦的与君初相识 在3月17日也即将和我们见面了 而公诉基因也是她鲜少接触的现实主义题材 以一个女检察官的身份去破获案件 这大概也标志着不如30岁的热巴 开始了她的转型之路 如果下一部剧能够出演记者 为她今后塑造正能量的角色 也会有所帮助 也期待着热巴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崭新的她 因此杨阳和迪力热巴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相信都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再加上有了你是我的荣耀的口碑佳作做铺垫 此次再度合作不仅会默契十足 而且还会精彩万分 期待两人的二次合作 不过部分人有着不同意见 脱离角色的话 两家粉丝还是并不太满意对方的 认为营销CP有点过度 这部剧热播期间 荣耀夫妇也是参加了不少的线下活动和直播活动 在互动中也是相当甜蜜 不过脱离角色 这二人确实没有很大的关系 加上之前因为范围问题有很大的争议 所以大家也觉得这部剧结束之后 荣耀夫妇就会拆了 很多的高田剧都是炒CP 一旦电视剧大结局之后 CP就不再捆绑 这些演员也不仅仅只有一个作品 更是不可能只有一个搭档 他们也会在新剧中另打主角炒CP 虽然听上去十分现实 但是毕竟现在电视剧热潮 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大家怎么看待羊羊和热巴的二搭呢 如果二搭成功 你会支持白色橄榄书这部剧吗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不要忘记给可乐来个一键三连哟